未来的科技,更是今天难以置信的全新体验 三星Galaxy S4,感知你指尖的一举一动 捕捉生活中双面的精彩 将每一个瞬间,会成难忘的回忆 三星Galaxy S4,与你心意合一 三星Galaxy S4,与你心意合一动 给你要的精彩,这里是由NewTV为您带来的三星电子杯WCG长沙赛区的直播 我是主持人伊菲雷亚 本次三星电子杯WCG分赛区由三星电子冠名赞助 感谢饿了吗,技嘉,戴尔优,赛德斯,网易暴雪,乐斗游戏 穿越火线,英雄联盟,QQ飞车,逆战,炫度之王,NBA2K,Online 以及坦克世界对本次大赛的大力支持 感谢腾讯游戏频道,WY频道9006 对于本届三星电子杯WCG2003中国区锦标赛的大力支持 同时感谢以下合作媒体 对于本届三星电子杯WCG2013中国区锦标赛 也有着极大的赞助 感谢你们对于电子竞技的支持 这场呢,我们是EP,EP-the-one对阵U-L-T 左边呢,是EP战队,右边是U-L-T战队 现在是进入到了半选 我们看一下左边是把这个杰,黄泽和卡萨丁半掉了 右边呢,是半掉了瑞兹,凯南和锤石 嗯,这边看到EP是选择了蜘蛛 纳美 诶,这边紫色方是选择了情侣和火人呢 火人最近也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在这种大型比赛当中 因为他的这个控制不太稳定 所以说可能遇到比较少见 但是他的就是几个伤害都算是AOD技能 所以说其实伤害还是蛮高的 但是真的最近在比赛中见到还是比较少的 嗯,蓝色这边呢,是把威鲁斯给选了 感觉最近辅助旁边都是大美和情侣啊 看样子,这两个辅助现在是比赛的一个频率 用了最高的一个英雄了 诶,紫色这边又选择了一个非常少见的战争 这个ADC我记得因为是在被销了之后 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但是没有想到 最近又是 又被这个紫色方选啊 最后还是选择了老鼠啊 果然这个战争女神只是卖了个萌 打野这边也是一直在犹豫 最后还是选择了赵姓 看一下蓝色方这边 他们是选择什么打这个 中单会是谁呢 我估计打野应该是 蜘蛛有可能 然后上单再重新来一个 中单这边是选了一个发条 还是扎克 果然中单是发条 然后呢 扎克应该是上单 然后蜘蛛打野 这边蓝色方的这个阵容比较偏团吧 看了几个的都是一些 就是团战控制都非常强的 像纳美发条 还有威鲁斯 那看一下紫色方 这边是选择了一个吸血鬼啊 会不会点确定呢 因为最近大家也是流行一个双IP的一个打法 所以说上单选吸血鬼 也是 不过最近看的比较少吧 大多最近都流行什么瑞姿啊 或者是什么凯南 最后还是选择了鳄鱼 其实这一盘蓝色方这边 其实突进不上人多多 它就是靠扎克这个角局 还有蜘蛛翼 看一下如何情侣去保护这个老鼠吧 我记得上一场的老鼠发挥的 前期发挥的一般 但是到中后期靠着一波团战给自己建立了优势 看一下这一场会不会让这个老鼠是如何发育的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因为比赛是有延迟的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插播一个广告 是昨天的想象 是未来的科技 更是今天难以置信的全新体验 三星Galaxy S4 感知你指尖的一举一动 捕捉生活中双面的精彩 将每一个瞬间 会成难忘的回忆 三星Galaxy S4 与你心意合一 三星Galaxy S4 欢迎回来 现在比赛呢 是已经是开始了 蓝色帮呢 是我们的 EP的万队 紫色帮呢 是 紫色帮呢 是我们的ULT战队 其实这场我个人偏向于 左边的这个 EP战队的阵容 感觉他们的 也是控制力比较多吧 而且像现在 蜘蛛 它的伤害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他们是一个 双IP的一个打法 诶 这一盘 哦 对 不知道 但是看一下上路吧 上路是一个 扎克对鳄鱼 不知道会不会换路 我个人觉得这场 换路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情侣和这个 老鼠 它的这个下路组合的爆发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呢 威鲁斯配合 纳美也算是有一些 减控的 就是控制技能 比如说像纳美的Q 和威鲁斯的E 都是起到一个 很好的减速的效果 所以说双方 就下路的组合来看 都是不分秋色 所以说这一波 这一盘呢 还是看一下双方 在前期如何建立自己的优势 感觉打一眼就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也是非常期待 这一盘火人的发挥啊 因为火人其实 因为是比赛非常的少见嘛 所以说能够选火人 作为比赛的一个中单英雄 一定是觉得自己能 对这个英雄的理解 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扎在这里是带了一个 杜兰断加一瓶红 但是这个 鳄鱼是带了一个回血宝珠 我们先看一下 张伟这边 纳美是过去插了一个眼 也是想要 做了一个算是 看一下对方打野的一个动向 诶这个 情侣在这里插了一个真眼 我觉得是 稍微有点不太明智 大家可能也不确定 刚才纳美是把这个眼 放在什么位置 所以说刚才插那个眼 可能是想排眼 就会发现 诶这个眼没有看到 他就知道明了 这个眼其实是在那个草丛里的 但是那个真眼 稍微有点浪费了 这里会不会碰到 纳美是一个QQ到的这个 赵姓 赵姓是交了一个闪现 但是配合 这个 火人 好吧 这样一来的话 紫色方稍微有点吃亏啊 刚才赵姓 没有 因为没有视野 所以直接是被纳美给Q到 后来是被这个蜘蛛给击杀 然后扎克又是收掉了 这个鳄鱼的人头 这样的话一个打野 一个上单都有优势 这对于其他 尤其是打野拿到的人头的话 对于其他路来说 是一个恶号吧 因为可以帮助其他路 建立一些优势 而且在上路本身 又有人头的情况下 这里老鼠是因为自己 因为先到线上 所以先被这个纳美和威鲁斯 消耗了一波 看到这里是纳美 在草丛 插了一个针眼 就是说这样子 情侣也是没有办法 看他有没有买针眼 也没有 因为刚才那个情侣回到线上 比较慢 再加上 诶 这里 情侣现在走位非常危险 直接是被威鲁斯一套给带走 情侣刚才是没有闪现吗 果然是 可能在一集团的时候 把这个闪现交了 所以说 直接被威鲁斯给杀了 后来他也是 没有办法 就束手就擒 这里 这个老鼠 这个纳美的几次 Kill都Kill的非常的好 直接又是一个Kill 然后配合威鲁斯 又击杀了下路 这样一来的话 下路就已经有很大的优势了 我们来看一下上路 上路现在 这个鳄鱼打得非常的凶 但是扎克现在是有被动的 而且他还带了一个小步甲 所以说伤害 就是防御非常的高 这里看到蜘蛛是来蹲了 这里是没有眼的 不知道这个鳄鱼会不会上 一旦这个鳄鱼用了E的话 我估计这个蜘蛛就要上了 这个扎克 这个鳄鱼果然是E了 这样一来的话 配合蜘蛛 这个鳄鱼 还是交了一个闪现 我刚才觉得 它那个闪现 交了也应该跑不掉 所以不应该交 这样子的话 这个蜘蛛就已经有两个人头了 这一盘开局四分钟 蓝色方就已经有五个人头 打得真的是非常的凶 主要是紫色方这边 失误还是比较多的 在可能沟通和配合上 还是有点欠缺 这里看到这个蜘蛛 现在伤害真的是非常的高 直接一套将这个打野的 这个杖势给抓死了 这里再看一下蜘蛛 这个火人的闪现 也是非常的极致 但是他不知道 蜘蛛还有一个飞天 直接又是将这个火人秒掉 现在的蜘蛛 简直在五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有四个人头了 这里 威鲁斯也是果断交了一个闪现 一个Q 收掉了老鼠的人头 下路也是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威鲁斯就是不停的输出 平A 又是拿到了一波双杀 威鲁斯也是现在有四个人头 开局九个人头 这样蓝色帮 这样紫色帮怎么打 蜘蛛现在已经是全面侵入了野区 看到这个罩姓真的是非常的可怜 才三级 而蜘蛛已经是五级了 而且也是四个人才诞生 感觉这个罩姓现在真的是 有点无奈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是赶紧去线上 然后看看能不能帮忙 不要再去想打野 因为现在那个蜘蛛 明显就是控制了你的野区 不要你补兵 限制你的等级 如果你现在等级跟不上的话 那么越到后期越难打 还不如去回到线上 看看能不能够 就算不抓也要吃点冰 你看这里 这个扎克刚才是想要弃的 但是后来觉得像还是交了一个闪现 这里是看到这个蜘蛛和发条 还要在千里追杀这个火人 好吧 没有追上 但是还是想要去吃这个赵姓 简直是把这个赵姓当个软柿子那样 就是看到他就果断上了 不管三天 这里又是将这个鳄鱼给去杀 看看会不会强杀这个火人 但是火人还是把这个蜘蛛给烧死了 不过这也无关大样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局势全部偏向于蓝色方 尤其是每一条路基本上都是非常的顺 下路看到这边 威鲁斯已经有五个人头 上路中路呢 这个发条是四个助攻 主要是打野 现在真的非常的肥 刚才是被火人终结了 但是基本上也是无伤大呀吧 他说看你们太可怜了 送你一个五百斤 这个威鲁斯打野真的是非常的凶 这里看到这个发条开了大 但是感觉现在发条伤害并不是非常的够 哎这里反而是被火人反身 给带走了 这里这个发条 他的装备可能 不过我没有回答更新还是怎么样 所以感觉打这个火人一点都不痛 尤其是大焦在身上 然后一个点燃好像也是没有打出多少的伤害 看一下这个蜘蛛又是亲到了对方的野区啊 在抓这个赵姓 感觉这个赵姓非常可怜 是非常无奈 你不要来追我了 你不要来追我了 这里队友也是示意啊 应该要去打这个小龙了 看一下这边蜘蛛 会不会先去中路抓一波 然后直接去打小龙 看一下 这边果断的就上了 一个飞天 但是没人抓死 中路把线推一下 应该是准备打这个小龙吧 因为蜘蛛刚才知道 这个赵姓还是在上半区的 这个蜘蛛现在也是先去偷一下他们的蓝 简直就是各种buff在身上 红狼buff从来就没断过 这里又是 威鲁斯大盗的这个老鼠 再配合纳美的大招 居然没死 这个Q点歪 没打到 这个老鼠也是隐身了 但是我感觉他跑不掉啊 看一下这个威鲁斯会最后一箭穿扬 好吧 有点歪 一个平A啊 直接将这个老鼠尽杀 下路也是把这个塔给推掉了 节奏真的是非常的快 感觉在我 一眨眼的功夫 这个人头就已经16比2 经济已经领先了7000块 真的是非常的高 蓝丝拉这边还是拿掉了一条小龙 看一下上路 这个扎克虽然还是有被动的 但是古子爷还是会死 这个火人说 天呐 我都没有见过 蓝buff是什么东西 谁能告诉我 他到底长什么样子的 这里又顺势 推掉了中塔 难道是要顺势 再把中二给推了吗 几次往这边 还不过来首塔 陈于这一盘真的是 我觉得大局已经定了吧 因为在11分钟 经济就领先了7000 这真的是非常的高 可以看到 里面的一些主要的 开位的位置的输出 都是 装备非常好 输出非常的高 这里的火人 其实发挥的还是不错的 但奈何这个威鲁斯 和这个蜘蛛 实在是 太有优势了 威鲁斯现在已经是 有 八个人头王 提早做出了一个轻语 好吧 这是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火人居然出了一个杀人书 他可能觉得 现在只有出杀人书 才能拯救 这个队伍了 这个扎克是过来卖一下萌萌 扎克你是一个没有输出的 好吧 还是看到自家的这个发条在边上 果断的骚扰 就是不回家 就是在那边骚扰 让你看着讨厌 兵烦 你看这个扎克承受了很多的伤害 但是 还是非常 皮糙肉红啊 不掉血 这里是扎克准备跳了 直接 开启大招 然后配合纳美的一套大招 一套秒掉 这里又是 八条拿到了一个双杀 应该可以顺势的推掉这个 中路的兵 这一局我怎么看不太懂了 真的是节奏太快了 蓝色帮的诱势太大 我感觉他们已经开始在不停的浪了 你看这个扎克 顶了两座坛的伤害 却依旧不怎么掉血 而且他九级 人头比现在是21比4 轻机已经领先了11000了 现在他们回家 又重新更新了一套爸爸级别的装备 然后呢 应该是打算最后推一把 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蓝色帮的优势 真的是非常的大 装备领先实在是太多了 你看一下这个ADC 虽然我不想看为什么先出这个星 可能是因为看到对面都在堆这个护甲 然后蜘蛛 八条都非常的费 就扎克现在已经是打算出一些 会出一些攻击的装备吗 因为现在是做出了日盐 蜘蛛是不是果断要上了 你会晕 晕到了然后扎克开大 又是秒掉了老鼠 这个鳄鱼应该也是跑不掉了 所以我看的怎么觉得 有点 就是在 一边倒的局势啊 那这里应该就是最后一波嘛 在14分钟 15分钟 不过我们要相信 ULT 看看他们会不会把这个比赛坚持 至少坚持到20分钟 这个琴鱼闪现大招 但是刚才纳米也是在同一时间放了一个大 所以是限制了三方队友的一个发挥啊 所以还是因为现在装备实在是差距太多了 没法打 虽然琴鱼刚才闪现是大到四个人 但是 自家的队友没有跟上 再加上装备输出也不够 反而是害对方 害这个自家死的三个 其实现在就不应该打 因为打也打不动 尤其是装备领先太多的情况下 这个威武 这个蜘蛛还在推这个兵营 看到现在卫尔斯一个Q 打这个其余三分之一的血量 好 那这个也是 恭喜 EP the one 战队获得了这场的胜利 选择 这个代表 给你出见 这场早上 这场早上 老闆 这场早上 不知道 你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